对 我觉得你们俩特别厉害 就是能够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那我觉得女生 其实性格很乐观 而且我觉得她从大学毕业以后 应该也是那种事业型的女性 男生我觉得 你让我觉得 有一点可怕的地方就是 你生病的时候 她没有陪你 然后她生病的时候 你居然可以特别冷静地 坚持下来都不去陪她 我觉得你这份克制 还抱负啊 还抱负 对 让我觉得有一点冰冷的 有一点可怕了 你的这个控制力太好了 所以这是我觉得 就是女生可以再做一个 考虑的一个原因 陆老师 你对男方是嫉妒 男方对你是妒忌 妒忌所指的是 觉得对方在某一方面 比自己强 混得好 这叫妒忌 嫉妒是情侣之间 彼此之间吃醋 嫉妒是爱情当中 必要的基础 但是妒忌 往往不应该存在于情侣之间 因为没有哪个情侣会妒忌 对方混得比自己好 但男生不一样 他太小妒忌 最开始因为他对你的妒忌 所以他不希望你在学生会待下去 不希望你广受好评 左右逢源 后来因为他 种种内心的不平衡 导致到他跟其他的女生 产生某些的暧昧 又导致了你的嫉妒成性 我们看得出 其实女生是个挺没心没肺的人 男生之所以说喜欢女方的性格 就是因为他直率 明朗 不藏事 但是与这种性格 完全鲜明对比的就是 男生的阴霾 那种报复心作祟 其实从整场的聊天 我们都听不到说 你们说爱对方 只说了喜欢 完全没有听到爱一次 我们相信如果真的爱一个人的话 即便你报复了对方 你得不到预期的快感 当对方真正在你面前低头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我赢了 但我并不快乐 但是男方却可以 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一种报复 来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 并且我对于男生跟其他的 若干个女性之间的关系 我保留意见 所以其实如果让我来 对你们这所谓的这七年 之间的感情 我认为是 你们没有爱上 你会发现 所谓的欢喜冤家 都是在没有爱上之前 彼此斗得你死我活 没有意识上 彼此爱上了对方 但一旦爱上对方 这种斗得你死我活的场景 就完全没有了 而是彼此珍惜 所以我认为这七年当中 你们不过是玩吧 并没有所谓的爱情 即便要发生所谓的爱情 我也认为 像女生这种 直率明朗的这种性格 不适合跟这种 暗箭难防的男人 谈恋爱 你们俩之间不适合 就这个 咱们俩之间的 我们俩之间的 你俩之间的 咱们俩之间的